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一,盘前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情况,欢迎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马斯克收购有戏了吗? 推特态度出现转变,推特正在重新审查收购邀约,而且比以前更有可能尝试谈判,并试图从马斯克那里寻求更好的报价。 据华尔街日报,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马斯克透露他已获得465亿美元的融资之后,推特正在重新考虑这一出价,而且比以前更有可能寻求谈判。 在此之前,外界似乎一致认为推特会拒绝这项收购邀约,并采取了读完计划以抵御潜在的敌意收购。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官们现在正在重新审查收购邀约,而且比以前更有可能尝试谈判,情况进展迅速,双方将于周日会面,讨论马斯克430亿美元的提议。 推特将于周四公布该公司的最新的财报,外界预计届时该公司将对马斯克的收购邀约进行讨论,消息人士称,推特高官还可能会在本周较早时候对此邀约展开讨论。 据路透社报道,董事会内部部分股东仍希望推特向马斯克寻求更好的报价,认为当前马斯克提出的每股54.20美元的全现金收购报价过低。 推特董事会可能向马斯克公开账目,试图说服他提高报价,另一个办法是征求其潜在的投标人的报价。 消息人士称,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推特将采取何种方式,但其董事会越来越有可能拒绝当前报价,并试图从马斯克那里寻求更好的报价。 据路透社,一位投资推特的基金经理表示,如果下周一一觉醒来,看到马斯克提出他以每股64.20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我不会感到惊讶,不过他也可能完全放弃这一切,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真只是价格问题的话,那这个事就好办一点。 另外,木头姐断言美联储的升息幅度不会像市场目前的预期,木头姐担任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ARK,最近因通胀疑虑而导致其策略陷入困境。 该公司的旗舰ARKETF今年迄今已下跌45%,故的预计通胀的飙升将结束,然后以戏剧性的方式下降。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美联储有回旋余地,实际升息幅度或不会像目前的预估那么激进。 误的说,利略可能不以市场预期的幅度走升,这可能令人意外。 他表示,我们确实相信美联储现在收到了很多信息,认为它不应该过度收节。 嗯,木头姐也没有给出特别详实的理由,每一次他言论我们要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的表现,那么今天的股市,我们今天的盘前的股市目前是下跌的状态。 我们看啊,标普白指数期货目前下跌0.84%,我们看到一根小阴线啊,相比周四周五的阴线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对小一点啊。 那么今天会持续下跌吗?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其实四小时图啊,在今天开盘啊,之后啊,这几根K线呢,是一个啊,偏空的一个小幅的一个横盘啊,但是呢,目前MCD还是一个啊,死差的状态。 我觉得啊,今天有可能啊,偏空啊,有继续偏空啊,那么今天如果给出一些啊,反弹的话,我是觉得应该优先去做一个日内的一个短空啊,日内的一个短空,那么多头呢,我是觉得先观望一下今天啊,今天先观望一下比较好。 那如果实在是想做多的话,那你应该切换到比如说三十分程图去找到一些小的波段啊,去做多啊,但我觉得这个多头好像意志力,就是说意图不够强烈啊,目前来看。 好,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图,嗯,这里确实有一些小横盘啊,但是啊,但今天即便是啊,我是这么想啊,今天即便是反弹呢,我是觉得反弹的高度也不会特别的高啊,那么反弹上去之后,看到一些横盘的时候啊,可以啊,顺势啊,挂空的啊。 在高位挂空的,或者是啊,这个在下方啊,挂突破的做空啊,那么多头呢,也顶多就是给出一些反弹啊,这是今天的行情,好吧。 好,这个是,呃,叫标普,嗯,标普呢,其实距离下方的这个阻力区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么今天呢,啊,会不会继续往下砸呢?嗯,这种概率还是有的啊。 嗯,那么今天的中国A股呢,是完成了一个非常惨烈的大暴跌啊,看看今天美股会不会也跟着一起暴跌啊,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呢,他跌到位啊,他这个跌的这个空间呢,相对较小了啊,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直升区了啊,而标普呢,还有进一步补跌的一个空间,看到啊,标普。 然后啊,纳斯达克我们看啊,纳斯达克其实已经跌到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思想是图,嗯,你可以看到啊,他也是形成一个小横盘,那么空头呢,可以在这些重要的阻力区,我们要画阻力区啊,比如说这些位置,去等待一些啊,这个阴线啊,然后去挂空单啊,啊,也可以啊,观观察一下,不要去频繁的去交易,对吧,挂空单,或者是啊,看到强势阳线上去之后啊,等待阴线出现在挂空单,那么多头呢,如果你也是想要去, 去做超短多的话,那你的止损必须要带好,行吧,啊,现在都是日内啊,交易的一种啊,思路,那么在日线级别呢,啊,我是啊,觉得多头呢,应该等待特别强势的阳线横盘啊,这里至少形成一个横盘,才可以去新的一轮的多头啊,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也会像啊,这样一样,就直接微上去了啊,到时候微上去呢,我们在意啊,我是觉得这这么一个惊天大逆转的话,啊,这种情况比较少啊,但不是说没有,你看这个地方, 都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啊,多头也不要太过的着急,那如果你还是想做多的话,啊,务必要带好日内的一些小止损,啊,空头啊,现在得得瑟了啊,开始啊,空头应该等待更高的位置去挂空单,啊,越高的位置越对空头有利啊,因为现在,是吧,啊,东空双方啊,势力,在这两个,这两个波段,看起来啊,这个东风力度相同啊,相同,但是整体环境呢,目前还是不是 啊,不是对多头有利的环境,看到吧,他如果啊,之前啊,在这个位置直接上去了,那多头就有信心了,那么你弄下来了,那多头可能要观,观察一段时间啊,观察个几个交易室,去看一看,愿不愿意止跌啊,啊,特别是在日线级别,愿不愿意止跌啊,啊,其实有,有一定的概率在这里谈一谈啊,反应,就是震荡一下啊,本周, 所以本周的行情呢,多头应该啊,以观望为主,空头呢,应该逢高去做空为主,直到我们看到强势打阳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调整啊,多头的思路,好吧,看这个样,这个盘前啊,今天跌的,嗯,再看一下啊,不要急于下定论,啊,追空我是觉得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啊,那么追空的话,止损空间也要小一点,挂空单啊,在高位挂空单会相对好一些,嗯, 其实我,我个人啊,从直觉上看,看这个位置,好像多头会给出一些小反弹的感觉啊,好,我们看一下罗素,罗素呢,盘前啊,下跌,那么就不管他了,啊,那么另外一个道琼斯,道琼斯呢,啊,他呢,是在上周啊,最强的一个啊,指数啊,他走出了一个多头啊,那么这个多头呢,也比较强啊,到了张王这个阻力位附近啊,那么其他的指数都没有到那么高的位置,因此说市场完全看空,也不是啊,在上周啊,这个三啊,之前啊, 不是说完全合理的啊,那么这周呢,啊,包括周四周五啊,目前还在延续一个空投入走势,我们画出一个可能的支撑区啊,这个位置画一个,行吗,或者说啊,画到这个位置也行,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给出一个小反弹啊,还是应该以逢高做空啊为主啊,今天啊,我指的是今天,那如果今天给出反弹的话,啊,在高位啊,在收盘位啊,看看 有没有挂空难的机会,对吧,啊,日内的反弹呢,我是觉得,嗯,反弹的力度也有的话,也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强啊,应该不会特别强,也就是这么一截空间,对吧,啊,先看这么一截空间,这是多头,不是很妙啊,对多头来说,嗯,嗯, 好,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呃,对于原油来说,呃,关于这个外带的这个冲突啊,这个目前有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啊,这天然气的结算将以卢布啊,实现,那对于原油来说,啊,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它跟天然气的方向是一致的啊,就说明,供应还继续啊,那么货币换了一下而已,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通胀就会缓解一部分呢,你看, 这个价位是不是砸下来了,我们看一下und啊,那么对于und来说,我们近期其实已经看他破位了啊,我们在这根k线的时候,那天的标题特别写的是逃顶啊,见顶啊,就好像什么意思来着,反正就这意思啊,那现在呢,应该画一个下跌的小趋势跟着就行了啊,没有逃顶的,你赶紧想办法吧,今天盘店又下跌了,对不对,说他会不会止跌呢,止跌也要找支撑区啊,支撑区在哪里呢,这个位置可能啊,啊, 不过确实随时有可能止跌啊,因为毕竟是一个回撤啊,已经撤了这么几天了,好吧,啊,在这个,总之呢,嗯,就是说消息面对他对天然气不是特别利好了,为啥,刚才说了原因哈,供应不变,货币啊,从这个美元欧元变成了卢布啊,这个欧盟那边,英国那边都同意了,是这意思啊,啊,有这个意思啊, 他没没签这个字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迹象了啊,对吧,可以现在摔箱给出一些啊,顶部的征兆啊,或者说啊,阶段性回撤啊,开始的一个征兆,对吧 好,这是天然气,那么对原油来说呢,那天然气都弄了,那原油那是不是也这样,我觉得有这意思啊,那么现在呢,现在啊,有点偏空的感觉啊,啊,有点跌破,我们画这个栏下啊,我们看一看这两天会不会跌破 好吧,我们再把下方的这个支撑区画一下,嗯,这个区域 行吧,我们画一个支撑区,观察一下 好,那么我应该逢高去做空了 不能逢低去做多啊,或者是在支撑区只能做短度啊,先看一下短度,对吧,日内的短度,在这个重要的水平支撑区啊,去布局多担 好,这就是原油和天然气的命运 好,我们再看一下黄金的命运,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矛盾啊,缓解了啊,比如说啊,这个其实矛盾主要是啊,这个原油的能源啊,供应体系啊,啊,供应量吧,基本不变的话 那么黄金和原油,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涨的这个支撑力啊,就变弱了啊,也就说明啊,俄罗斯啊,赢了 也就是说黄金会怎样啊,这个黄金这个标的呢,本来就是走,走完一块多头趋势之后啊,或者空头趋势之后啊,就开始无序的震荡 因此呢,应该按照震荡的思路去布局短线多,或者短线空,那么当前呢,运动到了支撑区附近啊,我们啊,应该找机会去啊,逢低做多啊,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区,我们划到这个下眼线这啊,那么等待这个位置啊 1900一代啊,去看看有没有布局多单的机会,那么空单呢,需要按照这个下跌的小趋势线去布局,好吧,这是四小时的图 整体而已呢,我们说过啊,这个对于原油啊,天然气这种,要密切关注市场的一个动向,那如果原来的这个供需量啊,供需量能够维持住,也就是原油的能源供应体系 在量方面啊,没有变化的话,那只是支付手段变化的话,那实际上对价位的影响呢,就是偏空了啊 因为他需要啊,去打压下去,同时呢,整柜的啊,美联储的一个传递的一个消息片是收紧的一个政策,那对于通胀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利好 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月过了之后,就是发现啊,它其实是货币支付体系的一个转变啊,并没有改变啊,原油的供应量 对吧,供应,供应,就叫供应量没变,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原油呢,可能会要回落了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 那么对于啊,短线交易者来说啊,应该调整一些思路啊,调整一下思路啊 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些重要的行业或者股票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录了几个行业啊 我们发现有些行业有见顶的征兆啊,我们也特别提示了 好吧 那么对于啊,矿产能源类的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情况呢 我们看一下BTU啊 那对于煤炭行业来说是不是啊,也是要啊,暂时的要给出一些回撤,对吧 或者是见顶,或者是回撤,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趋势线已经被破位了啊 有人说我们这趋势线没用啊 其实我们这趋势线呢,怎么说呢,是有用的啊 趋势线怎么就没用呢 趋势线告诉你了,你应该离场,对不对 今天盘前暴跌5%,是不是 那么在周四这一天破位的时候 周五你就应该着手离场的呀,对不对 这就是趋势线的有效性 有人说啊,这趋势线谁都会划 不是啊,有人有人就是下不去手啊 有些心理问题或者仓位管理问题 需要啊,结合着趋势线去做,对吧 那有些行业没有趋势线的,对不对 没有趋势线啊,无需震荡的 也要去理解这些K线的 所以本频道呢,不光是划线啊 还有各种各种各种理论啊 都要都要去跟进啊 那么这个趋势破位之后呢 多头应该离场啊 同时我们观察到国际形势发生了 变化了吗 发生了变化了啊 那么这个对于啊 通常类的股票啊 都不是利好的交际啊 应该离场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 刚才我们说过啊 黄金要开始进一步无序震荡啊 那么多空商方应该找到重要的支撑 或阻力区去布局多单或空单 对吧 那么整体的大局势呢 黄金呢 尽量少的少延趋势啊 那要是10年后呢 有可能涨上去啊 但是啊 中短线范围内呢 先震荡一下啊 好吧 好,我们看一下稀图 那么对于这个MP这个股票来说呢 我们近期也是啊 在上方这看到了一个通道线的上轨 是吧 猛烈的回路啊 那这样的话 多头应该继续等待横盘止跌 好吧 那么今天盘间又下跌了 我估计呢 有点收不住的感觉啊 那么在水平方向上这个位置 能不能支撑住呢 我们看一下啊 多头是不应该着急的 好吧 下跌趋势线画好 盘前又下跌了 有网友问啊 这个英伟达能止跌吗 他没止跌啊 他没止跌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画出来了 他呢 创了一个新低啊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等待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下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我们已经画好了啊 在这个哪个哪个位置都有可能啊 在191代或者185这一代 180到185之间这一代都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盘前已经跌到192了啊 我们看看 好吧 不要急 不是 多头肯定不要急啊 多头肯定是不要急的 好吧 我们再看一看 好 我们看一下西方原油 呃我们啊周末的时候特别啊 这个说了一下巴菲特的事啊 这巴菲特这图啊 他他又他又被套了啊 理论上他是被套了啊 我们看啊 二月份二月份在这儿是吧 那如果他不赶紧卖掉的话 他又要被套了啊 他二月份开始慢慢买的 那么现在呢 不行了 好感觉啊 要下 那如果原油要开始走空的话 巴菲特可能要被套啊 这个原油领域啊 确实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 对吧 我们之前也表达过思路啊 都是按照超短线的思路去看一看 做一做就OK的 不要想太远 因为这个时局变化太过变幻莫测 没准过两天又变了啊 又开始走多了啊 这也没准啊 不过对OSY来说 目前这个K线图有点 有点支不住的感觉啊 因为盘前又暴跌了啊 我们把这个趋势向往上连连 会发现啊 又破位了 不行啊 不行 好 我们看一下老朋友 RBLX 空头 甭甭想了 行吧 盘前又下跌了 创了新低了 创了新低 把这个下跌大趋势线延长 继续等待 乱网友问啊 乱怎么看 乱这个图 跟大盘类似哈 类似 我们看一看这个位置的一个止跌情况 在意吧 行吧 好 一般猜底的话 是需要不断的给出阳线来 我们才有有信息的哈 我们不是去 在出现阴线的时候就去猜底 这是猜不到的 猜不到的 因为阴线的时候 空头还认为还在走空的呀 那多头没法进场 没法说这个是个底 对不对 要看啊 要看 SE盘前暴跌 跌跌到84啊 这个应该继续等待吧 今天如果创新低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来着 应该把我们的大型的下跌趋势线 调到这个近期的脚拨风筝 对吧 如果每次创新低都要调 都要调 不创新低才不调 我们看一下SQM 我们前两天分析他啊 这个上涨的斜行啊 或者说收敛的这个通道吧 拉升强势大阴线啊 包括周五这根线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能看墙多了哈 应该看洗盘了 好吧 这是SQM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盘前啊 下跌2% 好吧 那么他有可能跟大盘一样 继续洗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先预期一个这样 A浪 B浪 C浪啊 给一个C浪吧 行吧 先这么预期 好吧 特斯拉我们说过哈 你可以适当减仓啊 等一等 看一看市场的一个情况 不要急于 不要急于加仓啊 行吧 嗯 推特 推特目前是唯一一个有点绿色的感觉啊 那么 再看吧 我们说他的交易风险也比较高啊 因为他的消息面是不确定的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 天然气刚才我们说过哈 我们在上周啊 这根阳线的时候就说过啊 要开始慢慢的减仓啊 好 我们看一下ZIM ZIM我们在等待什么来着 等待突破回踩 指跌阳线出来没 没有 今天盘前又下跌了 应该怎么着 啊 就下跌了哈 应该怎么着 应该把我们的下跌小趋势线啊 继续调整为这样 对不对 因为今天盘前创了一个新低的新低了哈 比这个左边这个点要低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趋势线破位了 所以我们的趋势线啊 就是这个意思 要跟着 趋势线到哪止住 我们不知道啊 没准到这儿 较为一个平缓 形成一个较平缓的 其实也是有可能啊 我们必须得等 等待创个 创一个更高的右侧的点位 才能去布局一轮新的多头波段 好吧 我们要继续预期他向下走 等待 等待阳线啊 等待下跌趋势线的右边的阳线出现 好 我们今天的行情呢 比较复杂啊 比较难啊 大家注意风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